有人爱神 就会被上帝用 如果上帝呼召大卫不能做 他做其他该做的 然后他真正被上帝用的时候 难怪这个人继续被上帝纪念在圣经里面 同时候如果上帝呼召你 你不愿意被他用 你就躲避的话 最后结果你会经历到沉默的神 上帝沉默了 同样历代之归回的背景当中 以色铁记就在谈沉默的神 打开以色铁记第六章 第六章的以色铁记 来看这个十章当中的关键一章 隔壁的再打开 你如果不熟 或者隔壁的不熟你帮他 以色铁记第六章 是王宫非常稀奇的一件 上帝涉入的事件 记载上帝其实不沉默 第六章第一节到十四节 找到以后 在这么美的敬拜之后 让神的话解开 成为我们矫情的灯 第六章一到十四节 同声来读以色铁记情 那夜王睡不着觉 就吩咐人取历史来 念给他听 正遇见书上写着说 王的太监中 有两个守门的壁探和 尼蒂列想要下手 害雅哈水鲁王 莫迪改将这事告诉王后 王说莫迪改行了这事 赐给他什么样的尊荣爵位 没有 侍奉王的臣步回答说 没有赐他什么 王说谁在院子里 那时哈曼正进王宫的外院 要求王将莫迪改 挂在他所预备的木架上 臣步说 哈曼站在院内 王说叫他进来 哈曼就进去 王问他说 王所喜悦尊荣的人 当如此如何待他呢 哈曼心里说 王所喜悦尊荣的人 不是我是谁呢 哈曼就回答说 王所喜悦尊荣的人 当将王常穿的草服和代官的御马 都交给王及尊贵的一个大臣 命他将衣服给王所喜悦尊荣的人穿上 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 在他面前宣告说 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 王对哈曼说 你速速将这衣服和马 照你所说的像坐在朝门的犹大人莫迪改去行 凡你所说的一样都不可缺 于是哈曼将草服给莫迪改穿上 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 在他面前宣告说 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 莫迪改仍回到朝门 哈曼却悠悠闷闷的蒙着头 急忙回家去了 将所遇见的一切事 详细说给他的妻 希丽丝和他的众朋友听 他的智慧人和他的妻 希丽丝对他说 你在莫迪改面前死而败落 他如果是犹大人 必不能胜他 终必在他面前败落 他们还与哈曼说话的时候 王的太监来 吹哈曼快去赴以斯帖 所预备的宴席 这个是以斯帖记的第六章 那他的背景其实都是 现在各位读了历代字上下的背景 历代字上下呢 写这个历代字上下人 是写归回的这批人 回想包括大卫建圣殿 整个就业到新业上帝 从来不沉默的 包括这个归回 我们从就业来看 就业来看 就业是摩西写的五经 他八十岁蒙昭 两百万人跟着他 上帝不沉默向他显现 之后就进入精彩的 最后四十年 上帝预备的八十年 是为了精彩的四十年 所以告诉隔壁 人生上半场是为下半场预备的 告诉隔壁 人生下半场比上半场更重要 被触摸的摩西 后来进入精彩的下半场 把两百万人带到西乃山 经历到上帝显现 不沉默 八十岁之后四十年的摩西 就进入耶稣亚记 那耶稣亚虽然没有摩西 却有摩西的神 因此即使约旦河不好过 耶利哥城很高 但是只要有摩西的神 就可以帮助他 这叫基督教教育 教育的目的就是 让摩西的神成为耶稣亚的神 父母亲的教育就是要让你 不可能永远跟你孩子在一起 但你的神可以帮助他 他就一辈子够用 就有孩子的举起手来一下 隔壁告诉他 你绝非习在金在以后永在 举高隔壁告诉他说 你的目标就是要让摩西的神 成为耶稣亚的神 那耶稣亚就经历到更大的神迹 摩西太阳月亮星数停在那 让天文学家傻眼 这是第二代 耶稣亚老了 走了 就进入第三代 士师期 士师期 摩西第一代 耶稣亚第二代 第三代的士师是 好不过三代 越来越像世界了 越来越沉默了 上帝越来越不说话了 第三 好不过三代 所以包括参孙眼睛都被挖掉 上帝越来越沉默了 所以第一代第二代信徒 举起手来一下 你是第一代第二代信徒 举起手来一下 我自己就是如此 举高隔壁告诉他 你越来越危险了 后来上帝仍然没有沉默 继续向大卫显现 刚刚牧师所讲的 大卫显现 帮助他打哥利亚 建圣殿的预备 建圣殿射所罗门王 所罗门有爸爸所有材料 建完圣殿 很荣耀富贵 上帝向他显现 上帝不沉默 可是成功是失败的开始 他开始搞色情观 他开始搞女的 特别多是男人搞的问题 男生举起手来一下子 男人最大的问题是色情观 一色情观以后呢 就被拉到后面去拜那些 一千个这些女人背后的神 国家就分成两半 北国 上帝没有沉默 对以利亚 透过以利亚对他们说话 透过后面的以利沙 继续对北国说话 北国不听话 所以因此被拉到亚述去 北国被灭 南国呢 上帝也派先知 包括耶利米 也不听话 最后被拉到巴比伦去 北国南国都相继被灭 经历到他杀 横的被拉到外邦去 当时的女生 如果漂亮一点被强暴 肚子有怀孕被剖开 之所以有横的他杀 是因为锤子面自杀 一得罪上帝被掳到外邦 圣殿被毁 上帝并不沉默 反而在外邦对但以利 跟三个朋友显现 上帝不沉默 我今天的题目叫沉默的神 我是Echo 远藤桌座 日本的作家 拿诺贝尔奖的沉默 这本书 也拍成电影 看过这个电影的 举起手来一下 是有一些人 重要的一本书 一个电影 他认为上帝 在往苦难的时候 会沉默的 他在讲耶稣会 从西班牙葡萄牙 到日本宣教 带一些人信主 日本帝国逼他 你不可以 除非你亵渎耶稣 活着会杀了你 我会杀你的教会的人 这个耶稣会人就 放弃信仰 第二个耶稣会人 就发觉前面有人丢了 这不见了 没有回信 因此沿着相同路线 到了日本 也见了教会 也一样受逼迫 结果一样 要亵渎耶稣 最后放弃信仰 娶了日本女子为妻 神父是不结婚的 上帝在我们受苦难的时候 沉默了 远程座座就认为 那个上帝大概不会 那么关心我们 因此他就放弃 后来写了第二本书 他认为最重要的两本书 是陪葬的两本书 就是沉默跟深河 去拜印度的多神 难怪日本的信仰越来越沉沦 认为上帝在困难的时候 是沉默 不 文革的时候 几千万人信耶稣 但以理的时候 上帝向他朋友显现 虽然被掳 上帝从来不沉默 到外邦七十年 巴比伦七十年之后的 最后晚上 国王叫伯萨萨王 上帝粉墙上写字 上帝不沉默 涉入王宫 那个晚上伯萨萨王被杀 就进入波斯玛代帝国 七十年外邦的以色列 经历到改朝换代 古列王一进来 他成为新帝国的国父 他担心走前方 左边西北的希腊 跟南下的南边西南方的埃及 他因此放人回去 被掳的包括犹太人被回去 开始有你们历代之上下 就这个背景 回去之后成为 地中海那个旁边东岸 巴勒斯坦 回去以后就成为党座 因为波斯王宫的地址非常远 他在这个地方非常远 他不像巴比伦离胜利比较近 他们更远 所以等于double的距离 因为double的距离 所以波斯王就决定 波斯王就把所有人放回去 好让回去的人 就成为希腊跟埃及连锁的可能 挡在前面的金门马祖 听到没有 因此三批归回 他更担心就是等一下讲了个重点 波斯开始跟希腊 波西战争 这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波西战争 那他放人归回了 七十年之后归回 其实是上帝透过耶利米 告诉被掳之前的人说 一定被掳到歪邦七十年 七十年之后归回 七十年之后归回 看起来古列王是为他的国防 派人回去 应验上帝所说 七十年要归回 透过耶利米的话 还透过但以理的祷告 但以理在歪邦七十年 他的老牧师就叫耶利米 看起来贝鲁 之后归回 是改朝换代 新的国王是为了国防 所以应验上帝的话 其实你可以归回 才会有你们夺的历代事上下 请问历史谁掌权 历史的英文怎么说 History is his story 上帝不沉默 开始一批一批归回 第一批归回就是索罗巴伯 回去建圣殿的哈盖 包括神长索罗巴伯 撒加利亚 大祭司耶稣亚 第一批归回 第二批归回就是以斯拉 应当是这个人回去写 历代事上下 他回去写历代事上下 把从亚当一直写到归回 他这个人是History 历史学家 第二批归回之后的第三批 回去建圣城的人是尼西米 三批都归回了 这个人你不陌生 他回去建圣城 去个圣殿 耶路撒冷的人一定看到 那个圣城是他盖的痕迹 就在耶稣实力埋葬复活 就是这个圣城 赦罪之恩 刚刚所唱的奇异恩典 都在这个奇异恩典 所描绘的这个耶稣 实力埋葬复活 三批归回的同时 有一些人不归回的人 就是莫迪盖 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角了 他有一个洋女叫哈曼 洋女是以斯帖 左边的这个女生 他把这个女生 送到王宫里面 成为亚哈水的王 就是这个人 他准备跟波斯打仗 把洋女送进去 那整本书那非常特别 特别的地方是 莫迪盖竟然把洋女送进 给这个亚哈水的王 就是你看过 斯巴达三百壮士里面 那个看起来很残酷 很暴躁 性情反复无常的异教徒 竟然莫迪盖把女儿送进去 整个剧情就在当中 非常不可思议 最不可思议的是 这本书呢 完全没有上帝的名字 让人家觉得这本书 既然没有上帝的名字的话 应当不应当出现在圣经 包括路德质疑这本书的正典的地位 一直在思想上帝到底是不是残默了 正如眼藤作作所说的 不 整本书你如果好好研究的话 167节 当中呢 10章 波斯王出现190次 波斯出现26次 亚哈水鲁王 就是你现在看的这个 出现29次 一次都没有提到上帝的名字 旧约最争议的这本书 就是这本 如果你好好研读就发觉 其实好多次啊 作者可以把上帝提出来的 却不提他 包括第一次 就是第四章 当哈曼当宰相 想杀莫迪盖的时候呢 结果呢 莫迪盖知道苦了 不只要杀哈曼 不只要杀莫迪盖 要杀所有犹太人的时候呢 莫迪盖就逼宫 激将法 告诉王宫里面的以示帖 就是你刚看的这个以示帖 告诉他说 你要进气球王 就又变成这个亚哈水的王 或者我们会死人 你如果不肯的话呢 上帝会从他处给我们拯救 不 他不提上帝 我们会有其他得拯救 照理说 得拯救当然从上帝 他作者不提上帝 更要紧的是 王宫睡不着觉的时候呢 作者可以说 上帝让他睡不着觉 关键的时候 去找那个历史观 所记载的文章的记载 也不记 不只是如此 哈曼呢 回去以后呢 他太太说 你赢不过人家莫迪盖 因为莫迪盖呢 背后有犹太太的神 也不提 有犹太太的神 连以尸体在王宫里面 被两次激将法 告诉他你要去找王的时候呢 告诉他说 你们要为我祷告 我也跟上帝祷告 我死就死吧 请问祷告跟谁祷告 也不惜上帝 整本书完全没有上帝 虽然很多机会可以提到上帝 包括第十章仇敌都被杀了 后来莫迪盖成为宰相 没有任何威胁啦 应当把荣耀尊对归给谁 也不提上帝 整本书没有赞美 没有赞美上帝 没有感谢上帝 我意的普尔节 犹太人非常看重的 普尔节 新约不纪念 整本书没有神 严格说没有神学 非常正义的一本书 一定在问 为什么上帝沉默了 不 这是我的重点 上帝沉默是因为 莫迪盖不像但伊利 不像以色拉 不像尼西米 被上帝遗用 我的解读是这个情况的 人家建圣殿 人家服侍上帝 我呢无所谓 我做我的世界 我忙我的工作 忙我的关心的事 上帝愿慢慢就消失 隐藏了 他不像尼采所说 上帝死了 上帝不是消失了 是隐藏了 在世俗的眼前 我的解读是 但伊利不是坏人 但也不是你想的那么美 当大家遵守神的道 大家服侍上帝 大家甚至不能 异族通婚 他竟然把他的养女 送进给这个异教徒 三批归回的第二批是 以色拉 跟尼西米 通通禁止异族通婚 莫迪改是同时候的人 竟然跟他们完全违背 把养女送进去 给这个非常怪的一个王 亚哈水的王 我慢慢觉得这个人 最大的关键是 世俗化 越来 上帝越来不重要 人家建圣殿 人家关心服侍 我不重要 我关心我的世界 慢慢的上帝就消失了 上帝不是消失 对不起 是隐藏的 因此我从这本书 来提醒你跟我 你慢慢跟别人差不多 跟世界 效法这世界的时候 这本书提醒你 上帝有可能看起来 慢慢不见 不是他消失 是隐藏 沉默 其实他不沉默 有笔写下来 进入这本书的核心 十二个重点 非常重要 第一 不怕活在 没有神的世界 只怕让神 离开你的世界 不怕活在 没有神的世界 贝鲁洛爱邦 是没有神的世界 从巴比伦到波斯 甚至很反神的世界 被放在火窑四肢坑 四等公民 不怕活在 异教的世界 亚哈瑟罗很异教 我们所在的处境 很异教 不怕活在那种 搞很多怪怪的东西 世俗化的世界 只怕上帝离开你的世界 这是第一 把女儿送进去 明明得罪摩西的五经 不重要 我的解读是 把女儿送进去以后 她就成为王后 我就成为国舅 卡一官半职 我更关心我的地位 而不是关心上帝 在我身上的呼召 当然基督徒 可以重圣 尼西米当成长 从政 摩西是埃及王子 那这些人从政 背后的目的是 为了上帝 可是但是你是为了自己 可以成为一官半职 这个时候呢 就留心你的世俗化 会让你体验到 上帝好像越来越沉默了 第二 原因是第二点 千载难逢时做选择 浮显出神在你生命中的地位 千载难逢 要做选择 亚哈塞尔王准备去打希腊 波西战争 要打希腊的时候呢 之前当然犒赏三军 让文武百官 让特别是军人 好好喝个酒 好好享受 就请王后瓦斯提 出来给大家看 王后第一章不肯出来 王就没有面子 因此很火烧 其实经文是说 他心如火烧 很火大 怎么办 手下说把他废了 手下告诉他 你去打希腊的这个过程 我们帮你挑一个人 新的王后 才会recruit 把瓦斯提送上来 才会把以斯提送上来 是个chance 有机会挑新的王后 千载难逢时做选择 浮显出神在你生命中的地位 现在有机会成为你主角 达尾尔说你要成为你主角 陪我睡觉 你要不要当你主角 信仰不重要了 婚前性行为更重要了 的时候 会发生在营益圈的 也可能发生在任何人 选择上帝 而不是 选择我的工作 我的事业 超过上帝 这个时候就流行第三点 梦想在世界中卡位者 世界就轻易卡住你的心 我可以成为一官半职 成为国舅 成为重要的人物 这个时候 你的心如果不被上帝霸占 你如果不被上帝用 就很容易被世界以用 一个人不能侍奉 两个主 其实跟结婚一样 结婚的红毯 结果婚的人举起手来一下 记得结婚的红毯很窄 只能容许两个人走过来 不容许有小三 信仰也是如此 你不容许有容许其他杂质 你不能又要爱上帝 又要爱世界 当你以为可以两头招的时候 上帝就退位 沉默了 世界就霸占你 世界就卡住你的心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所以初代教父一句名言 很精彩 这么说的 世界要像宽松的衣服 不要让它太脸深 不要让世界这个衣服贴身太近 不要被它世界绑住 或者它在绑住你的心 人家三批归回我不重要 我帮我的世界 我的时长不重要 我关心是我的地位 这个时候上帝就越来越沉默 这第三 第四 进入婚姻那看不见的动机 主导这家庭的命运 进入那婚姻 把女儿送进去 卡住王位 王后的位置 看到这个男生不错 我就把衣服露多一点 甚至陪她睡觉的话 禁止在我身上印证 因此你非娶我不可 因为她是富二代 这样的试探呢 我估计任何人都会有 你如果应聘一个公司 老板说礼拜一到礼拜八 都是要加班 虽然我给你很多薪水 但是礼拜有礼拜八吗 家庭不重要 信仰不重要 不 你可以告诉她说 对不起 我家庭还是要顾 我的信仰还要顾 你可以其他时间我很忠心 可是她把你收编 为了你的career 因此这就要牺牲 这个动机会毁了你的家庭 也会毁了你的信仰 我有一次在一个教会讲完道 中午中间休息时 有一个姐妹靠过来 看起来四十几岁 帮我看过去那男生 我看过去那怎么样呢 她吃我软饭 那为什么要跟她吃软饭 这个小牌脸 我妈妈说我四十几岁 再不嫁的话 我记得不到人的 因此她吃我软饭 我还是记得不平安 再帮我看过去 我说我看过去 她说我看到什么 我说我看到一只虫 把你的青春跟岁月 钱吃光 会跳到另外一棵树 切断它吧 动机不对 动机不对 你要在上帝面前被光照 或者你越来越世俗化 第五 没有尾声的舞台者 将会迷失于这世界的舞台 人家第一批归回的是 索罗巴伯 哈盖 撒加利亚 大祭司 耶稣亚 都有她的舞台 第二批归回 以斯拉回去写 历代是上下 第三批归回 尼西米建圣城 戴伊里在王宫 虽然是王九正的 等于是王宫的宰相 他能揽服侍上帝有舞台的 以细节在外邦 被上帝用成为外邦的牧师 人家都有舞台 摩西有舞台 两百万人跟着他 耶稣亚进迦南地有舞台 很多神机跟着他 大卫有舞台 为儿子建圣殿预备材料 我目的改 人家都在忙他的 忙上帝用 我忙我的世界 我没有舞台 人家在带小组 骗我没关系 我礼拜天再问一下导游就够了 两世两世 何必那么累 最后你被世界所霸占 你有机会服侍上帝 是上帝怜悯你 你的男人如果有机会服侍上帝 不要说他好像通通 不赚世界的钱 因此你怪 怪他 就记得 男人呢 有钱会变坏 男生举起手来一下 隔壁告诉他 男人有钱会变坏 我们可请男 给男生鼓掌好不好 今天男生都出现了 可不可以请男生起立一下 我们给男生再鼓掌好不好 男生都来 我也站立了 我学了一个功课 上帝叫男人就像牛 如果没有牛车扛的男人 会废的武功 忙我的世界 没有牛车扛的 反而有的再 交给他 反而没有的 有的都夺去 如果你可以变成被上帝用 带小组服侍 在职场见证上帝 甚至在这位地位当中 越侍奉越有果效 上帝更多的加给你 你如果忙你的世界 上帝就把你的能力恩赐拿走 你就更多的离开上帝 这些男生呢 上帝要用 你一定要舞台 男人像过了五六十岁呢 特别四十岁以上举起手来一下 举高 隔壁告诉他 你时间不多了 记得你站起来就记得 坐下来的姐妹 在等待什么 我的先生谁带他信主 他们在期待着 我的男人 你有没有站起来 帮助我的男人 把他带到上帝面前 一样跟你们一起服侍上帝 这样的男生举起手来 坐着也举起手来 坐着所有的姐妹都举起手来 低头祷告 求主帮助战的每个男生 大大的被你使用 成为天国的精兵 成为神国的将士 成为职场的勇士 在各行各业被主使用 包括在教会 更多的成为小组长被主使用 让他们成为多人的祝福 怕了他们的废的武功 不要让他们被世界所霸占 被你的爱所霸占 成为妻子的骄傲 成为儿女的尊庆 荣耀归给您 奉耶稣的名祷告 我们给男人鼓掌 好不好 请坐 我过了五六十岁 我已经知道 人生最重要的晚年 我过了六十 我已经懂得 我穿的衣服 不一定很漂亮 无所谓 表能准就可以了 车子不一定很新 最要紧就是两个字 舞台 哪里是上帝要用我 哪里是我的儿女 你要被上帝用的地方 他过去拿了几个博士 那个不是重点 那个是为了下半场 被上帝用 你的舞台最重要 人家摩西有舞台 耶稣亚有舞台 大卫 所罗网都有舞台 最怕你也没有舞台 栽培而你的目的是 下半场被上帝用 所以告诉隔壁 下半场比上半场更重要 莫迪凯如果没有舞台 会搞同搞戏的 很多男人 我知道退休以后 有钱 没有舞台 就等死 或找女人 五十岁男生 举起手来一下 举高 隔壁告诉他 你是危险的动物 这是第五 第六 在世俗中迷失的人 困境是神出手所设的安全道 在世俗中迷失了 迷失了 困境 莫迪凯碰到什么困境呢 他把女儿送进王宫 一送进王宫 他就担心 因为王宫里面是很复杂的 王宫人家王妃多得很 为什么轮到有机会 你成为王后 那个地方很复杂的 比什么 为什么说可以当皇后 像武则天慈禧太后 是这么搞的 国王大概很老了 下完班 晚上的时候 就骑着马 这么多王辉 找谁过夜 武则天会这么做 就在马前面放些草 把草迁到他家里 都是斗争来的 复杂得很 所以呢 莫迪凯就在城门外面看着 里面安全不安全 就碰到新的宰相叫哈曼 哈曼看到他就不爽 因为他不贵不败 那产生的问题 为什么不贵不败 三个理由 第一 我有自尊 我为什么对你不爽 我为什么要拜你 就是自尊 这个不是理由 尊敬一下君王可以 第二个呢 世仇 莫迪凯的老祖宗 五百年前叫做扫罗 这个是雅甲族的后裔 五百年前你算得清楚吗 这是第二个呢 理由也很松 第三个是叫做信仰 我是有约太教背景的人 你是异教徒 这个理由也很松 因为实际上呢 乃曼 还记得乃曼吧 以利沙带他信主 皮肤变干净之后呢 告诉乃曼说 我回到家 我的老板没事到庙里的时候 我要福德玛的时候 我好像鞠躬 其实不是进那个庙 上帝以利沙说 平平安的去 没有事 还给他一推土 纪念这个人是上帝用的 所以对毛泽东 对蒋介石 对谁鞠躬OK的 都不是三个理由 重点在这 你如果不把女儿送进去 就不要再朝门 你会担心她在里面安全不安全 就不会碰到哈曼 他看到你就很不爽 而且哈曼做一件很绝的事 他送给亚哈水鲁王 一万他年得 三章九节 一送进一万他年得 对王来说 他这些钱做什么用 打希腊所要的军饷 给你当宰相 怎么杀他们随便你 犹太人通通是又被砍掉了 困境临到了 惨啊 自己找来的 这时候困境是上帝所设的安全岛 开始上帝要出手 上帝不沉默 只要你懂得第七 不让祷告成为备胎者 上帝使他成为生命的方向盘 只要你认真祷告 以施铁两次迹象之后 就告诉目的感 你们在外面为我祷告 我跟我的服侍的妃女也祷告 我进去 他如果不伸出金帐 我已经三十天没有见到王了 他如果不伸出金帐 我就死就死吧 开始认真祷告了 祷告是完真的 如果你认真祷告 上帝就看中你的祷告 如果你把祷告当作是备胎 庆庆庆庆 问下导游 上帝也把你康庆庆庆庆 不让祷告成为备胎者 剧情开始第四章 第四章莫迪改基他说 言之你的胃分 不是为了现在吗 他认真祷告 剧情开始逆转 就进入第八 上帝比万有多大 我们的困难锁不住上帝的能力 上帝比万有多大 十章的以色帖 既有两个宴席 第五跟第七章 是三个人宴席 第五章是以色帖 找国王 找哈曼 第七章 找国王跟哈曼 这两次宴席 第一次宴席回来以后的哈曼 非常骄傲 很拽 王后国王单单请我 很拽 一出来就还是见到那个 莫迪改在那边不贵不败 先来一百会 回到家 左右给他建议 就预备一个木架 准备把莫迪改先挂起来 莫迪改准备要挂了 困难来到了 但锁不住上帝的能力 那个上帝可以让改朝换代 七十年之后 之后 古列王想的是他的国防 上帝却应验 以耶利民所说的 七十年归回的应验 上帝是历史的主宰 万有的主宰 莫迪改碰到任何困难 上帝可以出手 那个木架挂不了 莫迪改 等一下就看 挂哈曼本人 因为上帝比万有多大 第九 剧情越来越热闹 因为热闹场面 不一定看得见神 上帝在深夜后院 两次的宴席 王后请他们两个男人来 上帝就在深夜 这两个宴席的中间 上帝第六章 透过这个王睡不着觉 就在那个住戏 关键的时候 叫人把历史书读来给他看 原来我对莫迪改 曾经报过小报告 没有功劳 正好哈曼进来 就告诉哈曼 王最喜欢的人该做什么事 早一点把他牵马 王就是告诉哈曼 你去给莫迪改牵马 整个剧情就发现 变成很讽刺 哈曼给他的仇敌牵马 回到家 他太太告诉他说 你胜不过人家的 隐含的背后 有人家的上帝在背后 剧情深转逆转 就是在深夜的后院 在总统府 在白宫 在中南海 上帝在深夜后院 内夜王 睡不着觉 如果我用普吉尼的歌句 叫阿易达 王宫夜未眠 那个晚上 上帝射入 上帝射入 在深夜的后院 上帝射入 在你晚上睡不着觉的忧郁症 上帝睡觉 在你想自杀 甚至开了车 想冲向伤癌 以为干脆吃一些安眠 要把自己堵死的 那个时候 他是靠你最近 上帝射入 当911 所有人 很多人准备要跳楼的时候 上帝最靠近他们 上帝在靠近你自己动手 是最惧怕的时候 就在你的深夜后院 这个上帝绝非 远藤捉捉捉的沉默 第9 之后第10 当你觉得上帝远离的时候 他其实是在孤单转角等待 当你觉得上帝远离 五张七张的宴席中间 上帝在转角等待 哈曼 帮莫迪改签马 灰头土脸的回到家 太太告诉他说 你赢不过人家的 王公又来邀约第二次的banquet 赶快整装进王公 王后以尸铁跟 雅哈水尔王 一起吃饭之前 雅哈水尔王问以尸铁说 你要什么 为什么要我们两个banquet 以尸铁终于说话了 我的百姓快被杀 我的命也快不保 谁胆子那么大 就是这个宰相 哈曼 所有男生都吓一跳 通通吓一跳 王很生气 很生气 可是也太不敢动 哈曼的手 因为他送一万他连德 是帮助我打仗用的 又他又是宰相 王抒压那方式就走出去 走出去 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哈曼知道他死定了 王一听对他不高兴 赶快跪下来求以尸铁 再往床踏 就跪下来往床踏 求的时候 正好王一进来以为他性骚扰 把他挂起来 抓起来挂在木架上 做主戏 整本书就在观音的时候 一直在逆转 太巧合了 绝对有神 巧合 爱因斯坦说 是上帝给人的匿名信 巧合是上帝给人的匿名信 一般人以为说 爱因斯坦所说的 上帝不玩骰子的 更准确应当是这句话 巧合是上帝给你的匿名信 你会认识你的太太 绝对不是你自己来的 是上帝给你的巧合 结果我们会能继续手来一下 举高 隔壁告诉他 上帝已经给你匿名信了 你现在会来这边聚会 是上帝给你匿名信 你会蒙恩得救 是上帝给你的匿名信 你有机会当小组长 生命成长 是有人把你带到教会 上帝给你匿名信 所以告诉隔壁 你身上好多上帝的匿名信 告诉隔壁 你会在这就是一个神机 告诉隔壁 你凭什么在这 是上帝很多巧合的事 把你带过来的 单身的举起手来一下 单身 还没结婚的举起手来一下 不必客气 举高 还没结婚的 有儿女还没结婚的 也举起手来一下 举高 有儿女还没结婚的 举起手来一下 其他不举手是都已经结婚了 隔壁告诉他 你家里好多匿名信在等待 这本书都是匿名信 上帝在工作 上帝在总统府也在工作 在立法院 在今年一百天的祷告之后 会有很多逆转的事 孤单的转角 这是第十 第十一 当上帝一出手 困难成为我们逆转圣的脚踏板 当上帝一出手 关键的时候王睡不着觉 关键的时候王后是以示铁 关键的时候 哈曼 囚与尸铁正好以为是性骚扰 关键的时候 上帝一出手成了通通 戏剧性的巧合 你会发觉整本书绝对有神 上帝就在当中逆转圣 脚踏板 而非远藤着作 上帝从旧约到新约 通通逆转圣 射入你我的生命 只是以莫迪凯开始的时候 太被世界霸占 万一陷入困难的时候 他仍然借着困难 把你当中带出来 经历到那个巧合 所以有人说 学者说 这本书好像路德记 路德记里面没有提到爱 却充满了爱 充满了婆婆对媳妇的爱 充满了波阿斯对仆人的爱 充满了路德对上帝的爱 因此波阿斯也爱他 包括亲人家人 包括拿奥米 或者有孙子有儿子的爱 整本书没有爱 却充满了爱 以斯铁记是充满了 虽然没有神 却到处可以看到上帝的作为 你需要有眼光 就看到这本书上帝的作为 我的心里一本书就是叫眼光 就是刚出来的 那么不陌生的 因为里面有一个人 你们认识 帮我写序的人 他就叫张振华 就是右边的 上面的第二本张振华 这本书他写的序很精彩 所以我跟你们是有关系的 这本书叫谈眼光 看起来没有上帝 其实是上帝在的 你有眼光就有人生方向盘 就像这个以斯铁 看到上帝就射入他们生命当中 不是我们好 是有一个上帝在当中 复习这十二点 从第一 所有人在结束今天 说主啊 我因此愿意找到我的舞台 上帝不是消失了 只是隐藏 如果我被世界霸占 第一 所有人起来 如果你要拍手机都可以拍 第一 一起来请 不怕活在无神的世界 只怕让神离开你的世界 第二 浮显出神在你生命中的地位 第三 梦想在世界中卡位着 世界就轻易卡住你的心 第四 进入婚姻那看不见的动机 主导着家庭的命运 第五 没有委身的舞台者 将会迷失于这世界的舞台中 第六 第七 不让祷告成为被胎者 神使之成为生命方向盘 第八 我们的困难锁不住上帝的能力 第九 热闹场面不一定看得见神 上帝显现在深夜后愿 一时 第十一 第十二 第十二 我们福今天会在这 不是我们好 墨迪改跟我们一样 或者我们跟他一样 我们没有像但一年那么精彩 我们有没有像以斯拉尼西米这么精彩 我们蛮像莫迪改 即使这么普通 越来越像世界 那个爱的神 却把我们从困难当中拉出来 我们蒙爱不是因为我们可爱 因为上帝是爱 我们纵然失信 他仍然可信 当经拜团上来 我们纵然失信 他仍然可信 把他的儿子放在十字架上 上帝不隐藏 透过耶稣向我们显现 天父的爱 今天你我会在这 是奇异恩典 是不可思议的爱 透过十字架耶稣 把我们召回来 从此说主啊 我的舞台要被你使用 我人生下半场要被你使用 我的家庭要被你使用 你只起立 让这首诗对自己唱 我在这 我不要效法这世界 我要扛牛车 越扛越被上帝用 我的婚姻的动机 要讨你的喜欢 把你的生命 把你的家庭交在上帝所中 我们纵然失信 他仍然是可信 上面买的粉丝 和灯干天 我醉意的色列 欠我世上 尽被巡违 瞎眼睛的感解 如此恩典 是我敬畏 是我心的安慰 初心 尽是寂寞恩惠 真适合得很高贵 不再有困惑 我已的释放 我救主耶稣 应付代价 供服恩典 请充满我 永恒的爱 祈祢恩典 不再有困惑 我已的释放 我救主耶稣 应付代价 供服恩典 请充满我 永恒的爱 祈祢恩典 以示帖记是我们今天在台湾非常需要的信息 特别是过去我们从1130一直到今天 为国家祷告 为职场祷告 很多时候当我们为国家祷告的时候 我们仿佛觉得好像神看不见一样 我们知道神在教会中掌权 可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看我们的职场 我们看我们的婚姻 我们看我们的国家 我们就仿佛好像神隐藏了一样 但以示帖记告诉我们 即使我们看不见神 神依然在我们中间掌权 即使我们的人生好像失控了 但神并没有失控 当我们感觉到最黑暗的时候 好像甚至连祷告都无力的时候 让我们用信心相信 神依然在我们的国家掌权 神依然在我们的职场掌权 神依然在我们的家庭中间掌权 我们在教会我们知道神掌权 可是你离开了教会 你可以相信神依然在你的公司里掌权 在你家族中掌权 甚至当我们跟同婚跟同性恋 很多的关系中间 我们很多的拉扯的时候 你相信神依然掌权吗 很多时候我们看立法院 真的我们会说神啊你在哪里 但神依然在立法院掌权 虽然里面并不是有什么很近前的基督徒 但我们知道像 甚至就像这个 像这个莫迪改一样 但是你知道神仍然可以使用莫迪改的 好不好我们来祷告 圣经讲信心使我们胜过世界 你要在失控的人生里 用信心相信 神仍然在我们的身上掌权 我们同生的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 耶稣我们很多时候看立法院 看我们的国家 真的我们看不到神的忠心 但是亲爱的主好像一世贴旨一样 主啊当我们看不见神 甚至我们读不见神的名字的时候 主啊我们能来用信心来相信 神依然主啊在皇宫里面掌权 在深宫内院中掌权 在我们生命中最绝望的黑夜里 主啊那就是神要介入的时刻 请爱的主让我们不失去谈谎 主啊不失去信心 主啊让我们的人生好像失控 特别在职场 耶稣在我们的在我们的家庭 耶稣我们好像看不见神的同在的时候 主啊打开我们信心的眼光 让我们仍然知道 主啊神你依然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 主啊让我们能够用信心来仰望你 不失去谈谎 耶稣我们仰望你 耶稣我们祷告你 主啊求你给我们信心 使我们能够炫过这个世界 耶稣谢谢祢的恩典 我们赞美祢的名字 耶稣谢谢祢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 好不好 我们再一次为自己祷告好吗 我吴老师刚讲在夜最深的黑夜里面 那就是神开始动工的时候 神就开始介入的时候 用信心来这样相信 很多时候觉得自己不够好 没有人是够好的 但是我常觉得 我们没有什么好夸口的 不是我们抓住的神 是神的恩典抓住了我们 也最深的时候 用信心来相信神动工的 很多时候回头看 实在说不上我们有什么 什么做了什么 我们只能说我们没有放弃而已 只能这样讲 这一点都不能自夸 到那个时候祷告也没有能力 也看不见盼望 好像生命中一片黑暗 可是我们看到这样的景气 我们只是没有放弃而已 神就帮助我们逆转圣了 这就是给神给我们的盼望 好不好我们来祷告好吗 你要相信神是使我们逆转圣的神 不要离开神 不要放弃神 可能我们不够好 没有人是够好的 使神的恩典抓住了我们 我们同生的开口来祷告 耶稣我们向祢承认 耶稣特别在那患难的日子里 在失控的时候 主啊我们连祷告都很软弱 甚至我们连祷告都没有力气 主啊我们只是没有离开祢而已 主啊我们只是没有离开祢而已 主啊一点都不能够发口 是祢的恩典 主啊是祢的怜悦 主啊是祢的帮助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仰望祢 今天早晨我为我们中间 主啊这是在黑暗中间 耶稣啊在神后中间 在非常绝望的人生当中 耶稣啊让我们知道 主我们不会放弃对耶稣的盼望 不是因为我们够好 是因为相信神的怜悯跟慈爱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我特别更求你 还安慰 还扶持 还祝福 主啊那些在死因幽谷里面等的人 主耶稣让我们能够靠近神 不放弃我们的指望 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盼望 祂为我们舍命 祂为我们复活 主啊今天早晨 那复活的能力跟盼望 充满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们 拜托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 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 Hallelujah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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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